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摄影师凯茅 今天的你控两分钟摄影教学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20格高速录影功能 高速录影的好处是可以制作出慢动作的影像 也就是说以120fps的素材 再以30格播放 就等于动作慢了4倍 以往拍摄高fps的影片 我们都需要进到剪辑软体制作 才看得到慢动作的效果 但是D850很不一样 它在机身上面回放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慢动作 这样有助于我们在拍摄当中 确认影片当中的各种细节 在拍摄的现场要注意光线充足 因为每秒120格的录影 就表示快门最慢只有1.25分之1 那如果光线还是不够 就必须开高ISO 或者是开大光圈 这样画面杂讯就会提高 如果在乎画面纯净的朋友 就要注意这个 在录影的模式下按下I键 寻找到画面大小 每秒幅数 设定成1080p 30x4 这个就是每秒120格的录影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设定 接下来回去录影的模式 这样就OK了 这些是拍摄回来的影像素材 现在我们进到剪辑软体 这边我们使用的是Adobe的Premiere 来剪辑之前的素材 首先我选择了一首音乐来搭配 将素材分别放置到轨道上剪辑 不需要经过任何的调整 因为本来就是慢动作的效果 看一下成果吧 在影片的最后要提醒大家 拍摄的时候可以加上电子三轴稳定器 这样可以拍出更流畅的影像 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